来了来了 石老之一的那如虎来领师父柴炎的尸体了 原来就在刚才 张楚兰不同意陆家兄妹的请求 结果陆玲珑就威胁张楚兰说道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打电话给太爷 把你身怀神命灵的秘密全都告诉他 可张楚兰听到这话 却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陆玲珑见状直接一个电话就打给了陆姐 可哪曾想 他在电话里却越说越吓到直接告起了状 说张楚兰是个王八蛋欺负自己 被逼无奈之下 张楚兰只好答应下了一脸奸计得逞的陆家兄妹 就见张楚兰伸出了两根手指说道 好吧 你们提出的两件事我都答应了 但是我也有一个要求 见陆家兄妹一脸的疑惑 张楚兰才给兄妹二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这样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5分钟 只见余虹满脸不耐的说道 什么玩意 你们把刚才的誓言给废了 要重新立誓 怎么着 你们真当我这咒服水是饮料吗 这一杯接一杯的 虽说余虹脸上满是不耐 但手上还是给张楚兰 他们每人又倒了一杯符咒水 接过了水杯喝了一口后 陆灵完卫的笑道 余虹呀 还别说你这符水确实挺好喝的 你这里到底都放了啥呀 余虹听到这话则是骂了句闭嘴 才又为三人重新准备好了历史的仪式 等历史仪式重新准备完后 就听张楚兰开口说道 我的要求便是要你们兄妹二人 按照我教你们的来讲誓言了 陆家兄妹文言同时点了点头 恩了一声 便一口同声地说出了誓言 在没有被威胁的情况下 我们绝不会透露张楚兰 拥有除金光咒和雷法之外 还有第三种手段的事情 他们二人的话音刚落 就听他的一声 张楚兰就立马将历史用的饭碗给摔了个粉碎 而也就在张楚兰摔碎饭碗的同时 陆家兄妹身上的咒子 便立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了 见状 陆灵自言自语道 看样这就是誓言结束的标志了吧 随即他就问向了张楚兰 这个誓言也实在是太简单了点吧 甚至都可以用漏洞摆出来形容了吧 张楚兰文言说道 哪有什么滴水不漏的事 况且我见过太多匪夷所思的手段了 就算是强行从你们的脑子里提取记忆 都不是什么稀罕事 所以太过严格的誓言 只能是白白地害了你们 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 听到这话陆家兄妹便也不再言语 随即便同时举起了脚边的饭碗 毫不犹豫地一同给摔了个粉碎 而在饭碗被摔碎的瞬间 兄妹二人的身上就蹭了一下 窜出了一股蓝色的气炎 等气炎逐渐地消退后 兄妹二人便同时问向了张楚兰 怎么样 誓言成功了吗 而张楚兰文言则是仔细地端向起了 兄妹二人的双眼 直到他在二人的眼中看到了蓝色的气炎 他才开口确认道 看样应该是完成了 时间一晃来到了中午 就听徐四对围坐在饭桌前的众人笑道 哈哈实在是太好了 今后如果有了陆家人的帮忙 什么牛鬼蛇神不都得被咱们给扫光啊 陆玲珑文言开门见山地说道 三哥四哥我也不求别的 萧萧一定是被人用了什么手段才搞成那样 如果你们找到了这个人 我不期望你们通知我让我亲自报仇 我只期望你们打算对付他是一定要带着我 听到这话徐四一口答应了下来 就听他说道 你们小家伙之间不是已经约定好了吗 没问题 我完全支持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大致的情况吧 张楚兰昏迷的这几天公司也并没闲着 这三人的背景自然是都调查了一番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他们跟张楚兰没有任何冲突的理由 而且这三个人也完全没有过任何的交集 只有萧萧与张楚兰在罗天大叫上 有过那么一次的见面而已 柴言是圈里的名人咱就不提了 而那个叫六子的 更是跟张楚兰八杆子都打不着了 倒是这个六子跟公司有过一些渊源 他本名叫江流 是一名天生一人 大概是在19岁左右的时候觉醒的异能 他体内的气可以产生高热与高压 他这个能力的效果与情绪息息相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觉醒时还发生了一场事故 当公司找到他时 他已经在外面颠沛流离一段时间了 后来公司安排他进入了暗保 在暗保的资料里 他离开时已经通过训练 可以自如的操控能力了 不过在一年前 我们了解到了一场奇怪的伤害案 被害女性 被他的男友以为之手法烧伤了全身 而这个男的也就是江流了 之后公司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他 他整个人就像是彻底的销声匿迹了一样 现在我们再说说萧萧吧 言霸徐四就另有所指的问向了陆玲珑 陆小姐啊 你跟他认识是有些年头了吧 你应该更了解他吧 文言露玲珑感叹道 没错 萧萧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了 温和 善良 除了有一点小自恋以外 也没有过像江流这样坎坷的经历 要说他人生的唯一挫折 恐怕就是最近在龙虎山丢掉胳膊的这一次 其实一开始他还并不是十分的在意 毕竟圈子里有不少出名的医师 不过那些医师看到了他的断臂后 却都表示了无能为力 因为他那条断臂与普通利刃的切割完全不同 幻刃是一个钢条通过阵洞来切割的 所以阵洞会粉碎切面的组织 甚至还会将鱼阵向两面扩张 也正是因此 萧萧被切掉的那条手臂 很大部分的组织都已经坏死了 而自打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 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了 后来大家怕他想不开 强行闯进了他的房间 结果却发现屋内早已人去楼空 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听陆玲珑讲完了萧萧的事后 陆玲就转而问起了柴妍 徐三文言有些无奈地回道 柴妍的事可闹得不小啊 赵总都亲自出马了 毕竟来领柴妍尸体的 可是石老之一的那如虎啊